好 这会不会是重重提起 轻轻放下呢 看似是开砸了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行为 会不会是做给外界来看 好像说民众党 我们真的有在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晚间的最新消息是 这三个人都分别被做出了处分 包含了时任的竞选总干事 这个财务长李文宗 他是被开除了党籍 还有包含会计师端木正 同样是被开除了党籍 两个人都已经直接被除名了 但是有一个人 好像是逃过了一劫吗 大家现在也打上问号 对他这样子的惩处 到底是有惩处还是没惩处呢 因为他们的时任竞选总干事 黄珊珊被认为说 是即日起停权三年 可是停权对他来说 真的有意义吗 停权代表的是什么 以民众党他们的党规来讲 停权代表的是他不能担任 民众党党内一些主管职的 一些职务 所以对于他来讲 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再做呢 包含他的中央委员 还有立法院的党团总召 但是没有做这些职务 对他有影响吗 来看看他还是不是民众党员 他还是民众党员 至于他的不分区立委 还能继续做吗 当然还可以继续做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再选2026的台北市市长 大家不要忘记的 在2022年8月的时候 当时黄珊珊 她是辞掉了副市长的职务 直接投入了这个选战 那时候她选台北市长 用的也是无党籍的身份 所以有没有这个党籍 对他来讲真的有差吗 而且现在被停权三年之后 不分区立委 还是可以继续再做三年 因此也被形容说 这会不会就是 黄珊珊的三三神秘密码呢 这样的惩处停权之后 然后对他真的有影响力吗 还有今天大家也持续想要关注的是 民众党还有一个人 这就是他们的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人又去了哪里 爆发了这么多事情 这么多的风波 夹杖还有包含了台北市的三大案件 但是柯文哲好像感觉 人是越来越低调 今天他出现在哪里呢 这么多把他的火烧到了民众党 结果他今天出现在这个 跟日本自民党青年海外的研修团的现场这边 进行的是日台的交流 而且在现场也被问到说 其实民众党的这一些 大家关心的是 年轻世代为什么有办法在台湾 他们是可以获得这些年轻人的支持呢 在今天这个自民党的交流现场 感觉民众党他们交换的是 他们怎么样赢得台湾年轻人的心 可是现在也被大家挖出来 过去柯文哲曾经说 一个国家应该要让年轻人看到希望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希望了吗 在这一篇陈遭之的贴文下面 马上就被网友留言说 请你别再po了吧 因为现在民众党看起来 根本就是一个诈骗集团 也难怪现在好多的网友涌入去留言 而且留下一些负贫一些骂言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么多的争议 这么多的假账风波 还有包含了金华城北市科 这些案件都还没有落幕 到底大家看到的是希望还是失望呢 以上是这节最新